他有成就的人 你像当年陈景润 他就容易 他就这种人往往有个特点 就是专注 他他专注一世啊 旁边的声音甚至根本就听不到 我就是说 有成就的人 他有没有一个什么 固有的或者说类似的特质 我说个少性的话 我觉得不是 就我遇过不止一次 我正好是前几天我在缅甸的时候 跟一群人去 那中间有些朋友就来问说 他居然问我 你觉得你自己 为什么能够今天取得这样的成就 你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无论会被人这么问 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错愕 因为我从来没觉得我成功过 我没觉得我有任何成就 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我当时就回答说 假如你真的觉得我有任何成就 或者我算是某个意义上要成功的话 唯一我能够想到的就是 那是因为我运气好 不是因为我专注 我努力有天分 而是运气 我见过绝大部分成功的人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运气 但是结果呢 马上在场有人就反驳 就在场有很多人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就说不是 所以我觉得努力最重要 然后我又想到下一句话 但凡成功人士都喜欢否认运气的重要 很习惯的 结果呢 我正好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你知道那个当年我们大家都看了 美国那个脱口秀的那个主持 David Letterman 现在重出江湖了 是吗 在那个Netflix做一个节目 对 而且留着个大白胡子 更显老 重出江湖 然后做了一个党谈话节目 他第一期请的嘉宾 就是退休了一年多的奥巴马 然后呢 他就问到奥巴马这个问题 你觉得你的成功 其中一个问题 类似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能够成功 奥巴马就说 那当然是运气 然后奥巴马马上就问回 David Letterman 那你觉得你是为什么成功 然后他跟着就 马上就 奥巴马很快就说 他没想到他也这么讲 他说 我认识绝大部分成功的人 都不说自己是运气好 都喜欢说自己加倍的努力 自己的天分怎么样 但是一个人 没办法承认自己运气好的话 我觉得那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但是你知道 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根本就否定你的这个前提 就是你何以认为我成功 因为你要这么说 就觉得这人好像是装什么的 装大尾巴狼似的 但是其实那你按什么标准算 我认为应该倾听内心的声音吧 那我内心的声音就告诉我 我做过的绝大多数节目都是失败的 就是我 失败感是伴随我至今的 就我想 我想的永远比我能做到的那个好 所以我成就感很低啊 没有什么成就感 成就感呢 等于这个你的理想 就是一个分式啊 上面是理想 下面是你的能力 或者你做到的 就是不是不是你做到 就是说你能做的这个这个能力 你的理想要是过大的话 你比还是倒过来啊 就分子分母的关系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三角关系 假如说你你的能力是100 你的成你做出来的这个 你的理想也是100 那你的成就感就是1 那么反过来 假如你的理想是200了 那你的能力还是100 那你就0.5了 你就是有失败感了 所以失败感 常常充满失败感 一般就说明你的理想比较高 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可以 理想主义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算式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看咱们讲这个话题 说叫成就感 我就琢磨啊 也许客观上 别人觉得你有什么成就 但是这个感呢 是是 你有感到过吗 嘉辉 你能说出一个 你这辈子对吧 活的也不短 你觉得让你自我感觉有成就感的是个什么个案 那当然很难说 每天我都有成就 大大小小成就 今天你成就表现在哪 就很顺利的坐车来到贵现场 然后直着催着我们早点结束 因为下个还有会 看还是什么 没有我这样讲不是故意讲段子 因为这个到底什么叫才叫成就 那你自己来设定了 刚子东举了一堆数学公式 因为我们都知道成就跟成就感两回事 而成就感在于什么呢 基础在于满足感 当你有那个满足感 你愿不愿意觉得我满足了 满足当然伴随着感恩 像你刚才说做那个节目 你都觉得挫败重重 哎呀我的天啊 我连一句话都讲不清楚的人 对不对 能够做到你这样水平 我是做梦都不敢想了 可是没有用啊 我满足你没有满足 那是你做的事 所以有没有成就感 其实是你自己有没有满足感 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过瘾的事 就是说人要有成就感 甚至你看很多人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人自我评价较低 甚至有些人呢 就走到绝路 人生绝路上 往往被解释的原因 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这一生啊 没有任何成就感 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对工作不满意 你去社会上调查 发现相当比例的孩子 对工作不满意 那不满意的理由呢 占一半以上的都会谈到 没有成就感 就是我在这个公司工作 我感觉不到成就感 都没有成就感 这个里面啊 至少有一个原因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过去老讲的 异化的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东西啊 它会变化劳动 另外的一个 我老举那个例子 我们小时候看桌别林 这个桌别林 你看从这个资本主义 大生产出现之后啊 人的成就感这事就开始变异了 就是说过去啊 说这一辈子 我一个工匠 从活泥开始到最后 我知道终点是他 掌握整个过程 然后最后他按照我的想法 做出来了 但是呢 你看桌别林那个 当流水线上的工人 你啊都不知道最后产品是什么 你只是负责一个拧螺丝的工序 一天八小时 最后拧到人家胸口去了 拧到女士胸口 看见扣子就拧 对吧 你看这就是过去这个思想家们 经常说的人的异化 就当你异化为一个环节和一个工具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成就感就找不着了 他也还可以获得其他的成就感 比方说如果家里全靠他这份人工 他赚了个人工 还可以养生病的母亲等等 而家里其他人还做不到这一点 那他可以在那里获得他的成就感 问题还是你怎么来定义 你的你这个理想 你的期待 现代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 大家都比较普世承认的一个价值 就是一个好的社会 就是让一个人能够发挥到你的潜能 就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能够发挥出来 但是这个比较难啊 因为每个人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潜能是什么 我没办法试啊 对不对 我还没做副部长呢 对不对 我还没做大老板呢 对不对 我还没做音乐家呢 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 人怎么办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年轻的时候 调节能力 就是当你的成就感不足的时候 我的目标达不到吧 那我就想办法增强我的能力 这个能力里边 其实包含 不仅包含你刚才讲的 这个自己的努力 也包含运运气 还包含天赋 它是由这三个东西组成的 但是这个是能力 它不改变理想 它一直在增强能力 你看 它说的我没有得到那个感觉的话 那我就不断地往这个方向再走 我在改变扩大我的能力 这是获得成就感的 至少往这个方向一个度 但是一般的人 中年以后会 他已经看到他的能力 是不可能改变了 不管天赋 机会跟努力 都不可能改变了 这个时候 你让你自己舒服 你让你有成就感 就是缩小你的理想 调节你的理想 前者是辱 后者是道 我把我的理想 比方说我本来想要像胡适这样 或者是我要像什么 陈寅雀这样做学问的 那我现在就调整到 我像徐子冬这样 那这样的我的成就感 就开始上来了 否则的话 我就永远是挫败感 这是能力不变的情况下 理想越小 成就感越高 但是我跟你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那天 我跟我们组里 一个小女孩 她就问我 就说这个 说你最希望怎么样 其实跟文道说的一样 这男孩啊 希望自己有能力 我就说啊 我说我从小 从中学的时候 我就说 我希望我梦想当中是个什么人 我一说你就知道 你在武侠小说里能看到这种人 就是我梦想啊 我是一个就是有绝世能力的一个人 就是我是最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假如说就说这个就说主持人吧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准备当主持人 假如说比如当主持人 梦想啊 我是一个就是说主持能力啊 主持高能 这个number one的一个人 但是呢 谁都不知道 我也许就是个清洁工在扫地 就像少林寺的扫地 就是班里 就不是 我小时候 你记得我 我记得我们受那种教育 你看你像那个王硕写的小说就曾经说过 就说 哎 就是说我我这人哈 大家冲着一大家并肩的一起上的时候 显不出我来 什么时候阵地上就剩下我一个了 就像英雄王城 就剩下我一个 你看我这孤单英雄 我把你们全托 他下的不知道在哪里 不是 就是说我梦想的就是那种啊 我就身负绝世身功 但是呢 不显露 一辈子不露 这就让我 又让我想起老舍写过一个叫什么 断魂枪的乡说 不传吗 到夜晚自己耍了一套之后 在月光之下说 哎 不传哪 不传 摸着枪杆 微微一笑 不传 谁都不知道 但是呢 沧海横流风险英雄本色 哪天国家有难了 是吧 或者说是 你们都没戏了 哇 啥子 警示而出 那个枪是不会有用的 对 但是而且呢 人家也是知道他有本领的 这个两者都不一样 对 就 你说的怪怪 这还讲成就感 这太搞笑了 因为这个不是张学良用 就这样玩的成就感 很难说 这个007里边的拐杖 可能用处很 对 你拔出来 没错 就可能我就是一个 颤颤巍巍这一老头 哎 但是到最后就说 外国这个 原来这是跟这次段混战 对 外国就打遍我们 咱国家无敌手了 周文刀的这个梦想 怎么跟现实 这么全部相反呢 对 就是 不是 我的这个例子啊 很功可以分析 就是 你看啊 这是我梦想的一种成就 你看第一 这个成就呢 似乎不需要别人知道 是个心里明白的一种满足感 就是 但是有个客观标准 你真有这么大的本领 这是一个客观标准 对 不 真有这么大的本领啊 也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真的 就是 我自己明白 就是 第三呢 它的荒谬之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 到后来 我明白 没有这样的高手 因为 你不打架 怎么知道 你的能力 是不会得到进步的 不存在 从来不打的一个扫地僧 从来没打过 说我绝世深功 就像我们一样 主持人也是 你就是无数次的失败 各种场合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积攒一点点能力和经验的 才能 所谓 家辉怎么不吭声了 因为我在想 你们都有野心很大 总是觉得说 要有 野心很大 野心很大 都是 野心 野心很大 野心很大 很大的野心 像什么绝世神功 我觉得说 以前的不说了 中年之后 我觉得就 那几个字 生命无非是苦 每天基本上 就是面对一些 大大小小的烦恼 大的苦 小的苦 所以我的承受感 来自什么呢 能够第一个 当苦来了 我能够把它 大概处理好 安顿好 然后甚至 可以去帮忙 别人 减轻 他的苦 我真的感觉非常满足 用简单的话来说 我晚上能够睡得着 我不敢说 我明天死 我心安 我睡得着 怎么说呢 具体来说 假如你要我讲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 照顾别人的健康 亲人 我父亲 特别我太太 前几年 像我已经不吃牛肉几年了 完全没有碰过 也没有想碰的欲望 跟我太太生病有关系 所以我也觉得 我能够坚持 我以前多么爱吃牛肉 早餐都要吃牛肉的 然后能够把它去掉 我非常有承受 然后当时假如不是 我很冷静的 一步一步 来安顿我太太的健康治疗 因为简单来说 当时就是医生判错 他的肺 肺水 被水泡了九成 九成啊 比我们的水壶里面的水还多 然后不断抽 抽走又来 抽了又来 医生不断往肺的角度去看 可能是肺牢 可能肺癌 可能肺炎 不断说你要吃半年的抗生素 那要死啊 吃完半年会死掉 那可是后来因祸得福 我一步一步跟他去检查 结果那个肺水 进了他的心 以为 哎呀死了 这趟死定了 死定我还想死掉 老婆以后要不要再娶啊 还考虑了一下 闪过了一秒钟 考虑 对不起 不是我很控制的嘛 你要再娶他 对我小孩好不好 这样 没有 很有成就感 这个时候成就感 不是成就感在后面 那幸好因祸得福 那肺水进了心 那就看心脏医生了嘛 然后要开刀了嘛 很危险的 高高高危的 结果碰到那个心脏医生 他有经验 他判断那个肺水 不是因为肺 是因为杂状腺太低 杂状腺他看过个案 影响肺水 然后再把这个资讯 往这个方向来调整他 吃药杂状腺 看有我太太 能够站起来讲话 他将近一个月讲不了话 肺嘛 细节气什么讲不了话 到他能够讲话了 把那个叫什么氧气管什么 一拿掉 然后就说 握着我的手 加灰这样子 那你有中国人的成就感 是换不回来 起死回生 对 而且是在我那么冷静 跟我借流肉就有关系 不幸为说佛祖保佑 而是说我知道 我必须把我生命中最爱的一个东西 舍掉 对 吃牛肉 我这么爱的 舍掉 我才能有那种坚决的意志 来慢慢照顾他 那么冷静来安顿医疗的计划 多有成就感 所以我不敢说什么 我成为全宇宙第一主持 我要明天成佛 我要成为成英雀 我没有 这是生命无非是苦的大前提上面 苦来了 我安顿 你讲的这个对我有启发 你知道就是咱们要研究科学 我给你们讲讲科学 就是说成就感和快感是什么关系 它毕竟是某一种快感 对吗 那么是什么让你感觉到快感 就人这种动物在基因里头 有一点很熬人 这很熬人就是什么 我们只对这个感受和处境的变化 非常敏感 但是我们对这个绝对水平值 很容易不敏感 比如说你哪怕你过上了 这个王亲贵族的生活 你天天这么过 对你来说并没有成就感 你这个绝对水平 或者说 你开了好车 开多一段时间就没感觉了 对啊 或者你是一个一个月 就挣一千块钱生活费的一个人 你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来 也不痛苦 你也没有多大的痛苦 对你来说如常 你这是 但是呢 从你 你从那个一掉 一掉到一千块钱 或者说 突然变成一万块钱 你那个 蹭蹭蹭 就多巴胺 就哎 而且呢 还有一个 我据我的研究啊 据我看某些科学论文的研究 我们对多巴胺 最近几年老说多巴胺 对多巴胺很多人是存在误解的 都说这个快乐是因为大脑里出现了多巴胺这么一种物质 你就是传递快乐的 是不是呢 是 但是呢 不够精准 多巴胺更多的产生的是奖赏 也就是说呢 多巴胺是什么呢 是want 是渴望 是渴望 是想要 比如说 你刷微博 你刷微博 你老刷下一条 老刷下一条 你想刷下一条的时候 是快乐吗 其实不是快乐 而是你预期 你就觉得再刷 说不定能看到一个特别 文道的绯闻 对吧 你有这个预期 你的绯闻那么少 对 就是 不好找 这个时候是多巴胺 这个时候是多巴胺 就比如说 一听到给老鼠 一听到一个铃声 就喂神 一听到铃声 就喂神 到最后一听到铃声 他就兴奋 那个时候是渴 就是对将要到来的 你比如说毒瘾 上毒的这个瘾 是多巴胺 但是真正说是 这种快乐 那种满足 平静 踏实 放松 那就无处不允 不满足的感觉 是那个内非态 又叫安多芬 安多芬 这种物质 你就比如说 小两口 刚开始热恋 干柴烈火 如狼死胡 那种那种罪干嘛 你看 强烈的想要占有 那个时候 更多的是多巴胺 但是你们要白头偕老 慢慢的这个热激情过后 最好能进入这样一种 就是安多芬的状态 就是满足 幸福 宁静 安多芬有没有瓶装 什么有的卖 可以打 注射 生命到一段时间以后 买一点 有的话咱就不喝茶了 是吗 心灵鸡汤 对 但是就是 我就想知道 就是所谓 所以他们就是讲啊 有一个叫高峰体验 还有一个叫高原体验 你看高峰就是那一下 你看成就感 其实包含这两个 还有一种高原体验 就是你在一段时间内都感到这个幸福 是高原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是一种快乐的体验 如果我把快乐体验拿下当成是满足 你不敢否认说没有了 我不会说这个跟 但我仍然不觉得叫成就感 我觉得是跟一个满足感有关 那这个其实很容易嘛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有时候私下聊 我说你坐禅都可以啊 你坐禅很简单 你过了撒纳定 你到了出禅 然后你整个人就清安了 就很舒畅 很舒适 那种快乐是不可比拟的 据说这个瑜伽呀 坐禅啊 冥想啊 也有助于分泌这个安多芬 是啊 这倒也真是 而且是很平静的一种 秘密不绝的那种快乐的感受 那是一种 我在其他的经验之中 得不到的一种感受 有坦白讲 当然也有人因此会觉得 这是一种毒瘾 我也听过有人这么讲法 说会上瘾 那的确是会上瘾的 因为 因为 你没有别的机会 让你得到那种东西 刚刚那这样算不算你的成就 比方说你某一次的 的静坐 成定 然后到了那个境界 感受到那种快乐 清安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没有 我不觉得 因为当你使用成就 尤其在我们学的系统 比如南传佛教 我们学的那个系统 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贴一幅画 那幅画是一个 你有没有见过缅甸泰国那种佛寺 那种舍利塔 那种造型 那个塔呢 我们把它拿来当成是一个 我们修行次第的进阶表 然后每次看 每天晚上睡觉前就对着那张表看 我现在到了哪里 然后你发现 来来去去 我都在塔顶 这个实在没什么成就 对 但是就说 咱们这讲的有点悬了哈 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问题 那对于现在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很多调查当中表现出 他对他目前的工作不满意 那不满意就是因为他感觉不到成就感 你许老师 你是他的老师 那你碰见这样一个学生 你怎么说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是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目标设小一点 一个方法把你的能力扩大一点 一般年轻的时候就是扩大能力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想的是我要考北大的 那你现在考不上 那你就第一个方法就能想想清楚啊 你把你的学科调整一下 你把你的复习再好一点 你的外文成绩再提高 你明年再考 考上了 那你就有成就感了 假如说他原来是这样想的 那么当然还有第二个方法 就是说那何必一定北大呢 对不对 那我考一个华东师大 那其实也不一定差 我们某些学科不比北大差的 那你这样调整 你就比较容易考上了 你看这是第二条道路 就是很现实在现实 因为成就感啊 它跟你们刚才讲的 生理上的满足感跟快感不一样 因为满足感快感 你可以一个人完成 对 成就感是要有一个客观社会标准来鉴定 你才可以完成 最后还是靠你完成 但是你这个完成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客观的东西 比方说考进一个学校 获了一个什么奖 赚了一个亿 或等等等等 有一些标准的 所以成就感会比较难一点 它会快感 满足感会比较容易一点 我说到这又牵涉另一个比较复杂问题 你说成就感是需要 其他人的肯定 那马上就 社会标准 马上让我想起来 我们今天怎么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就 你比如说做科学研究 我们这几年 比如说诺贝尔奖项里面 每次牵涉自然科学的奖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这几年 生化学奖也好 物理学奖也好 通常都不是一个得主 而是几个得主 理由之一是因为今天 而且那几个得主很有趣 他们不是同一个团队 对对对对 他们是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团队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 今天的很多的自然科学研究 已经变成是一个学术界的集体事业 就比如说我们在做某项研究的时候 比如说安多芬的研究 其实全世界可能好几个团队同时在进行 这几个团队其实彼此知道大家都做到哪里 然后他们互相竞争 互相交流信息 才共同取得了某个突破 那么同样的 今天在很多工作里面 我们都强调团队 所有的互联网会都强调团队 那比如说今天苹果 我们当然会我觉得那个乔布斯是最后一个互联网时代 或者IT时代 被人记住的个人英雄 从他之后几乎不会有这种个人英雄 都是我们记住的是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 你永远不会知道腾讯 比如说魔兽世界是谁在做 微信是谁开发的 你不太清楚 你不太知道 你知道是一整个团队 那么因此我今天有时候遇过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我有时候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年轻人 他在抱怨没有成就感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跟他说不是让你的团队做得很好 你们整个团队怎么样 他是觉得没错 我们团队干得很好 但是他没办法辨认到 那这里面到底哪一部分是我的 就我觉得成就感还牵涉这么一个问题 成就感到底能不能够是共享的 还是说他必然是独我的 必然我得说 我们就别说今天这个节目做好了 是谁的功劳呢 那文韬会说 我是主持人 那当然是我的节目 但是问题是你 那我们其他参与的人 我们就是是不是很没有成就感的 如果这个节目做好了 说我在里面到底占了多少成呢 我怎么去估算呢 就这种情况怎么来判断呢 我的成就感就来自于 你们都发挥正常 你们要弄不好 我的成就感就完蛋了 真的是这么回事 我跟你说 就说这个 我只能拿我的行业举例子 我就说高原体验 我是没有的 但是你比如说 你那样有些修行的人 讲究心理的这种 烦恼清智慧涨 他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这种快乐 那没有的 但是高峰体验是有的 就是你觉得 就比如说 你说这个 比如说做主持人 我是记得 是会有那么一次二次 你知道那个的感觉啊 有点像有一次何彬老师 在这跟咱们聊这个表演 你知道因为一个节目啊 它很复杂 它不是说我自己完成一个东西 它不光我要对头 连个灯光都得对头啊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生活中多少次成就感 就被其他工种就破坏了 你知道吗 我发挥的这个无比之好啊 可是正在我讲的 这个意气风发的时候 灯就掉了 为什么说团队的成就感 非常难呢 你知道学儿 你都没见过 就是我们有一次在北京 录一个节目 好家伙 我们也是场上嘉宾和主持人 都发挥的都特别好 你知道吧 哎 正在我特别觉得成就感 很巅峰的时候 交片坏了 不是交片坏了 我突然发现 在鼓完一阵 鼓完观众热烈鼓掌啊 但是我突然发现 掌声戛然而止 观众消失了 在我们前半 我就突然没了 别人搭了几个座 你看这就是厂工的问题 就是呢 就是北京有时候做节目 导游啊 直接从火车站 拉了个旅游团 就是说 哎 观摩他们做节目 也是个旅游项目 结果呢 职业观众 这个不是职业观众 就是人家不定 哪来的旅行团 这些有的旅行社 就说看他们做节目 也当成一个景点 人家高兴趣来看 对吧 但是呢 那次就都出事故了 就是说他这个座位 搭的那个阶梯状的 那个座位 是悬空的 你明白吗 悬空的 座位他了 一个旅行团 人怎么样 我就 拴伤了一个送医院了 知道吗 成就感马上变成灾难感 成就感马上变成急救感 这怎么办 因为人家会告你啊 你就把人家 我平生真的没忘记 在我表现最绝佳的时候 突然观众消失了 眼前的消失了 连贯的拍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好 另外一个成就 应急的处理啊 但是